音樂 哈囉 歡迎收看 嘻哈高雄 我是咪咪將 剛剛大家都有看到 我從學校走出來 今天上課上了一整天超累的 ㄟ…說到什麼話 我看起來很像學生啊 阿嬤 就… 就沿碧嘛 奇怪餒 我那麼清楚幹什麼啦 七十五了 我現在來看一下時間 現在距離媽咪煮飯還有兩個小時 所以我現在要去 這超好吃的美食 我要去蟹糞 真的每一開場就這樣氣我 不過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呢 今天我們要走 學生快山美食系列 準備好跟咪咪講 一起來去快山了嗎 那就讓我們Let's go 正在高雄新學江的路口 一整整的餅皮箱飄了過來 哇 是印度Q餅耶 看起來好像很好吃喔 放學的時候肚子正餓著 這個時候來個Q餅 不知道有多好耶 沒想到手養的咪咪講 竟然還想偷學幾招 你可別幫到忙耶 老闆我還是請專業的來好了 我不會甩 好難喔 不過很簡單耶 我剛才覺得看起來很簡單 把它平衡拉平 好 這樣喔 要有勻手的動作很細 我可以試 讓我試一次嗎 下一次 沒辦法了 我還沒辦法試 這樣 直接吃飯耶 因為剛剛那個真的太難了 其實很講究耶 因為我剛剛覺得很簡單 因為我以為那個麵糰很Q 就不是它是很軟 非常的軟 你光要用它就其實一直黏在一起了對不對 對 因為濕的東西不好做 所以這就是專業的地方 人家說隔行如隔山 看它甩得很簡單 其實很難 很難 真的是很難 很久了耶 再撒一個起司下去 好 起司薄餅 這很難吃的脆脆很像餅乾 對 好 那撒一點鹽巴 專業專業 小小的就好了 小小一點 不然我會太鹹了 你要不要你包 要給我試試看嗎 好 怎麼樣 就直接包到這樣來 直接包 拉子 拉子 拉子喔 我覺得我又要失敗 好 好 對 好 對 OK 超厲害 線對線 超厲害 一次就成功了 一次就成功 好 有缺媳婦嗎 好 很缺 很缺 好 OK 我做的 最後一個不舒適是我做的 我摔摔摔 飽透的麵皮 完全在老闆的掌控之中 真的是好感受耶 請問是第一次來嗎 沒有耶 我來了四五次 四五次了 那你平常來這裡都點什麼 都點起司波餅或蔬菜起司 怎麼沒有點肉類的 因為我吃素 喔 吃素 那你有覺得這一家Q餅跟其他家吃起來有什麼不一樣嗎 就比較有嚼勁 然後口感比較好 咪咪獎 你的薄脆餅蓬起來了 可以吃了啦 這個呢 就是剛剛咪咪獎跟老闆一起做出來的薄脆餅喔 超香的咪咪獎 現在吃吃看 會流口水了 好脆喔 它這個啊 餅皮非常的薄 有沒有看到 老闆很厲害 咪咪獎也很厲害 我甩的是這個比較厚的地方 老闆甩薄的 有聽到聲音嗎 它很脆耶 它起司是用 這起司粉有沒有 用什麼不一樣的 它是用高鈣滴脂的起司 就沒有加工過的 就原始的起司 好香喔 我覺得如果 你沒有很餓 然後你想要邊走邊吃 這個很適合拿水上吃 對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個 是咪咪獎的最愛 特條肉 來 來 連上 連上一些醬汁 醬汁 對… 我跟你講這很厲害喔 醬汁 好 一點點醬汁下去 好 會更順口 老闆這個醬汁 很不一樣耶 對 這是我特條的醬汁 它吃起來不會鹹 就乾乾鹹甜甜的 甜甜的 它這個配到醬汁它反而是Q耶 對 它變成Q的 這個 我在想我很怕吃到那種印度Q餅 是 它泡到那個醬汁是辣的 對 它不是… 它真的是Q耶 那這個麵皮 是不是處理上比較不一樣 不一樣 那可以偷偷洩漏一下 你怎麼保存你的麵皮 就溫度要控制好 也不能夠溫度太高 也不能夠太低 所以是很溫對不對 對 在 對 在有固定的溫度裡面 可是我覺得它吃起來 跟我們平常吃的印度Q餅不太一樣耶 像我這種絲皮的印度Q餅 沒幾家在做 就很… 因為這有比較技術性 剛剛那顧客很多錢 很多跟老闆超熟的 在這裡營業多久了 15年啦 15年 15年 15年也太久了吧 那應該很多顧客是那種 從小孩吃到大的對不對 對… 有一些 從已經這邊讀書到美國讀書 甚至是 嫁到美國去 到寒暑的時候都會回來吃 你看… 那甚至帶小孩子回來也很多 帶小孩子回來 從小孩子到大人 再帶小孩子回來 有什麼味道是可以讓外國 住在外國還回來台灣想要吃的 欸 很厲害 流連忘返 如果你喜歡吃甜的 肯定要試試這裡的冷氣王 香蕉煎餅 香蕉煎餅 這個很火紅耶 其實這一陣子滿紅的 香蕉煎餅 對… 謝謝 現在很多地方在做 那我們來吃吃看 老闆的有什麼不一樣 而且它其實上面有那個耶 巧克力碎片對不對 對… 比較不一樣 這巧克力香真的快要讓我們翻白眼了 好好香喔 好幸福喔 老闆選用奇山山蕉製作喔 口感 味道跟巧克力都是十分的對味喔 那個香蕉的味道 我好想要脫鞋子去騎山奔跑的感覺 不過它吃起來就是有那種在地的感覺 然後 你要配上了印度的這個 餅皮 超搭的耶 還加上它很不油膩 對 有一些餅都是很油膩 這個是不油膩 完全沒有油 它吃起來就是你會覺得 除了這個醬汁讓你覺得軟啊 是完全感受不到那個油耶 對… 對 因為其實剛剛老闆在煎 所以有沒有在加油啊 沒有 煎了沒有在加油 沒有在另外加油 只有在… 我們在一開始在甩的時候 有一點點 甩的時候 因為這個油是讓它不會黏皮 皮沒有油的話 它會跟那個砧板黏在一起 只是讓它不會沾黏的動作 就靠那個油來煎而已 我覺得太厲害了 它這個餅皮 我們剛剛吃的這三種 從一開始薄的 然後鹹的 到這個甜的 一樣的餅皮 但是不一樣的肩髮跟手髮 吃起來感覺真的很厲害 很不一樣 而且 如果 你沒有試過 或者是你現在呢 正在 蠢蠢欲動的朋友們 趕快趕快來到我們新街 這樣就可以吃到這個 超級厲害的印度牛餅了 好累喔 好累喔 蜜蜜姐 你也比較拜託耶 才走200公尺就很累 好 好 氣死我了啦 今天要不是機車壞掉 我也不要這樣一直走一直走 我腳超痠的耶 而且我現在嘴巴 好乾喔 好苦喔 好... 幹嘛啊 那一看就知道像我茶餐廳啊 今天是快閃美食耶 不行啦 不要 好... 好累 蜜蜜 等一下 蜜蜜妳很奇怪 妳怎麼茶餐廳啊 好啦 走嘛 真的不能蜜蜜嗎 你這是哪一招啊 快去 接下來這家店喔 保證不會讓妳失望的 不僅能解渴 還有生氣的事情會發生喔 哇 有沒有看到我生活 這麼浪漫的 Tiffany蘭啊 我剛剛真的以為 他是下午茶餐廳耶 沒想到我們設計著 天然是被帥氣的汪老闆 所以是Stanley 好浪漫喔 為什麼會想要設計這種顏色 然後而且是這種外帶的飲料 因為我們是獨一無二啊 獨一無二 獨一無二 真的耶 而且我現在生前就 我不是生前 我前面就有一杯 非常漂亮的飲料 這一杯是草莓冰沙嗎 對 草莓鮮奶果霜 鮮奶果霜喔 連名稱都很特別 好 咪咪講喝喝看 喝得到那個 草莓果粒的感覺耶 對 所以它是用新鮮的草莓下去打 它採用的是大湖的草莓打碎 然後再加入鮮奶 一起調製成的冰沙 通常這個時間 不是還沒到草莓的季節嗎 因為我們把打碎的草莓冷凍起來 因為它做冰沙 所以它可以冷凍 我發現其實冷 我比較喜歡喝 我比較喜歡吃 偏酸一點的草莓 所以像這種 是冷凍過 它其實會比較偏酸一點對不對 口感好像比較酸 我覺得這樣口感 你吃起來其實你覺得 不會覺得冰沙過甜 因為常常我喝冰沙 都很怕會很甜很膩 然後喝到後面也會覺得很可怕 對 就很像喝糖霜你知道嗎 好舒服喔 這一杯草莓鮮奶果霜 就跟店家一樣的可愛 啊等等喔 還有更厲害的飲料喔